阿蘇你最近也上熱搜了 是 你是捲入了別人的事情是吧 是啊 所以還好嗎 我覺得 你有什麼應對之道 沒有 我唯獨能夠應對的就是 我覺得他們說的不是我 網上那些流言蜚語也好 說的那些特別不堪的言語也好 或者是 給我定的一些很奇怪的身份也好 那不是我 於是我不會做任何的回答 因為他沒有說我 我沒有理由要接他這個茬 當然一件事情出現了 然後有這麼大的一個輿論 其實挺 我說不出來的一種感受 真的我不知道該怎麼樣來說 參與到這個事情 我只是說 我在的時候 我看到的是什麼 我只說了一句真話 嗯 於是惹來了這樣的一些事情 我希望大家都是用一顆善良的心看待一切 當然有懷疑有質疑 那說明有些是 有些做得不夠好 那作為演員公眾人物 我們需要做得更好 嗯 所以我已經說的 可能真的就是一個普通朋友吃頓飯 看個電影 可能真的就是一個普通的聚會 他能聯繫的東西會比較複雜 包括其實我那次去看《維蜜》 我們一起拍照照片毫無疑 我說的那個 我有一個小秘密 是我們看《維蜜》 《維蜜秀》的秘密 就是一個很普通的話 沒有任何代入感 我都不知道 就是此時已經變成了一個熱搜的話語 說哦 它的秘密是這個 所以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我只能覺得他們沒再說我 因為那不是我 他們說的是想像當中 他們認為的一個事情而已 是 而我覺得人家當時人的家務事 人家會處理的很好 更何況是與非真與假 幹嘛要去用自己 並不知道的眼光去給予議論 我們希望所有人幸福 所有家庭和睦 我們希望所有一切是美好的 是 這是我的一個願望而已 是 是 不過反正這個狀況 對他們談戀愛 不會有什麼幫助的事 就是 會捲入 會引來更多的注意 然後 就是要承擔更多的目光吧 嗯 沒辦法 就是 我們這個職業 應該承擔的一個風險 是 所以 一定要各方各面的 好好的 嗯